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因应美国半导体技术管控 中国狂杂270亿美元设立芯片发展基金 彭博社揭秘华为5G芯片源头 哪里有什么重大突破 金兰庙暂关闭翻新 研究员踏一庙内石碑做研究 孙雪玲 诈骗猖獗社会提高戒心 政府立场调研受影响 政府与业者合作社网站 公众可在国家危机时上网注册提供紧急住宿 请大家收看 因应美国半导体技术管控 中国狂杂270亿美元设立芯片发展基金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政府正在筹集一笔超过270亿美元的 半导体芯片发展基金 以加速中国在尖端半导体芯片技术方面的研发 这是为了抗衡美国及其盟友 对中国实施的越来越严厉的出口限制 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在向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募集资金 预计募集资金规模将超过第二期的276.63亿美元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 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 加强中国在半导体芯片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美国政府正在向荷兰、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盟友施压 要求这些国家进一步收紧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技术的管控 美国在过去两年内已经逐渐收紧半导体芯片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最新的行动旨在堵住已有管制措施中的漏洞 限制中国发展国产芯片能力的提升 例如 美国要求荷兰政府阻止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 为中国客户在今年光刻机出口管制措施实施前 采购的光刻机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此外 美国还要求日本公司限制向中国出口 对芯片生产至关重要的化学品 中国的大基金成立于2014年 是推动中国半导体芯片企业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 截至目前 大基金总额约为450亿美元 并向几十家公司提供过融资和贷款 然而 大基金在运作上曾受到批评 因为其运作不透明难以纠责 2018年的反腐调查 使大基金的投资不乏放缓 但自去年年底起 大基金的投资活动再度活跃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大基金的募集资金 组成资本集群 进一步加强对地方企业的资助 推动中国在半导体芯片技术领域的发展 彭博社揭秘华为5G芯片源头 哪里有什么重大突破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华为在获取7nm芯片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但仍然依赖于外国技术和设备 据报道 华为的合作伙伴中芯国际 使用了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和范林研究公司的技术 来制造这种先进芯片 这表明中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外国原件和设备的依赖 中国政府已将自己自足列为国家发展战略 并为华为等国内芯片制造商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尽管如此 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尤其是与美国相关的知名企业相比 美国政府已经对华为和中芯国际实施了出口管制 并积极采取行动阻止中国获取更先进的技术 此外 美国还在动员其他国家的芯片企业 加大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力度 金兰庙暂关闭翻新 研究员踏一庙内石碑做研究 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正在对金兰庙的石碑进行踏片制作 以保留这些记录着珍贵历史信息的石碑的原貌 金兰庙创建于1830年 有文史学家推测它可能曾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的掩护所 石碑上的商号和人民可以与其他地方的商号和人民进行联系 形成庙语网络和商业网络 研究这些石碑的内容有助于理解 新加坡在19世纪后期在东南亚的经贸网络中的角色 金兰庙将在3月12日开始关闭一年 进行全面的修复翻新工程 庙内供奉的神主牌位将被保管起来 并在工程结束后重新供奉 庙与周围的环境将改善 添购两个环保焚化金炉以减少烟雾排放 孙雪玲 诈骗猖獗社会提高戒心 政府立场调研受影响 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电信诈骗问题日益严重 导致民众提高了警惕心 与此同时 政府的调研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表示 有些时候 即使调研工作人员表明身份 仍然无法得到受访者的信任和配合 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损害社会互信 影响人们的正常沟通 孙雪玲指出 大多数受害者的年龄在50岁以下 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容易暴露心理弱点 成为诈骗者的目标 她呼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提升防范意识 加强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加坡警察部队反诈骗指挥处助理局长叶格新 在讨论会上介绍了常见的诈骗手法 并提供了防止受骗的方法 这场讨论会由人民协会 资讯通信专才协会和思科公司合办 共有100多人参与 参会者认为 这样的分享会对提升防范意识非常有帮助 公众也表示 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心更重了 做任何事都要更加谨慎 政府与业者合作社网站 公众可在国家危机时上网注册提供紧急住宿 联合早报 国家发展部与大亨房地产网站MogoSG合作 推出紧急住宿网站 该网站将允许公众在国家危机发生时 注册自己的住家 以提供紧急住宿给受影响的人 MogoSG的网上预约平台将被用于这个目的 预计该网站将于2025年上半年上线 并由MogoSG维护 该网站只会在国家危机发生时启动 平时无法注册 这个合作计划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社区驱动的紧急住宿解决方案 以应对危机情况 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表示 国家的基础设施必须足够坚韧 也要能够灵活使用 政府正在寻找可应对紧急情况的设施 并改造一些国有资产 以确保其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转变为合适的设施 此外 卫生部也在寻求酒店业者提供客房 作为多用途社区隔离设施 中非海上冲突升级 四人受伤 专家 非加强盟国合作应对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端的冲突升级 双方都坚持拥有该水域的主权 专家认为 中国无理的态度在南中国海 台海如出一辙 在其认知的海域内执行权力的行为将使冲突不断升高 对菲律宾而言 西菲律宾海安全的迫切性更甚于台海与南中国海 中国一贯的伎俩就是对外宣传 声称自己是受害者 编造虚假叙述 为其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辩护 根据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南中国海裁决 中国在该水域没有合法的海权主张 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OS 这项裁决是最终裁决 对中 非 都有法律约束力 是中国无视国际法 南中国海和台海争端 本质上是未经过当事国之间的协商化解 对中国来说是单方面的认知 中国在该争议海域干扰非方捕鱼及石油开采 并建造人工岛放任中国渔民在该海域捕鱼等行为 已经侵犯了菲律宾 菲律宾近年来积极强化与印太国家军事合作 对象涵盖美、日、澳、印、法等国 手段包含联合军事演习、购买军事装备 以及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逻等方面 而这些价值观相近的国家 也积极辅助菲律宾捍卫其主权水域 菲律宾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点上 短期内会出现困境 然而拓展出口市场 以减轻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是正确的方向 菲律宾为了摆脱中国的经济胁迫 试图通过与欧盟等其他国家的合作 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其成效可以从经济多元化、外交策略、技术和投资 以及贸易多样性几个方面进行预估 尽管菲律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策略 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这一转变需要美日等西方国家的高度支持 而且是需要渐进过程与精心规划执行 更需要考虑到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 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政治与经济反制 对菲律宾而言 与其打破长期互惠的经济合作 菲律宾其实应该考虑与中国共同解决 关于南中国海主权的争议 中国方面有意提出南海命运共同体解决问题 在自由航行与共同开发的号召下 以期化解各方争端 如果各方能够接受 倒是可以作为化解南海争端的方法 台湾呼吁北京不要改变金门周边水域现状 认定两岸紧张情势仍处可控状态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呼吁北京 不要通过派遣海警船进入金门附近的禁止 限制水域来改变现状 并强调台海两岸目前的紧张局势 仍处于可控状态 2月14日一艘中国大陆渔船进入金门附近 禁止海域捕鱼 导致大陆渔船翻覆 两人溺水身亡 此事引起北京当局强烈不满 也引起不少大陆网民的愤怒 双方在谈判中应在纠责和道歉问题上谈不拢 而导致谈判破局 中国海警局事发后宣布 在厦门金门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表示 台湾政府会尽一切努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并呼吁不希望有破坏现状的举止 自从台湾的国防部1993年公告金门周边禁止 限制水域的范围之后 两岸长期在这一默契下互动 相安无事 台湾的海巡署舰船也从未进入大陆一侧的水域 台湾国防部门也已更改不开第一枪的政策规定 只要大陆实体航空器逾越界限 台湾军方将予以反制 詹志宏强调 两岸之间的误解可能引起双方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删除了 通常都会有的和平统一字眼 但詹志宏表示 台湾相信北京仍然希望用和平方式与台湾交往 呼吁北京对两岸交流 保持更大的信心 并恢复因新冠疫情旅行受阻的大陆学生和游客 前往台湾入学和旅游 随着中国国力和军力的提升 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也在日益上升 政府机师竟同时睡着 八则航空飞机惊险半小时无人驾驶 星岛日报 印尼一家航空公司揭发了一起惊人的事故 一架飞往雅加达的A320客机上的正副机长 居然同时睡着了 持续了28分钟 飞机偏离航道 幸好没有造成事故 调查人员发现 副机长在事发前一晚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敦促该航空公司制定详细的程序 确保驾驶员有充分的休息 此事件再次凸显了飞行员疲劳 对航空安全的重要性 牙龙市乃街道璀璨灯事亮起 持续62天历来最久 联合早报 牙龙市乃街道亮起了灯事 迎接回教斋戒月和开斋节的庆祝活动 今年的庆祝活动以Simon Get Rear为主题 活动在3月8日举行 总统尚达曼主持了亮灯仪式 灯市全长2.6公里 沿着牙龙路和审市道亮灯 持续至5月8日 同时 牙龙市乃开斋节市集 也在同一天开幕 持续33天至4月9日 市集汇集了超过500个摊位 包括150个清真餐饮摊位 和350个售卖各种商品的摊位 为了让消费者享有更多实惠选项 所有餐饮摊位 必须提供两种三元的食品选项 然而 一些摊主担心 新元对令级汇率的上升 可能会影响生意 不过 也有摊主持乐观态度 认为今年的生意会很好 开斋节市集的地点 在牙龙市奶大厦周围 营业时间为早上10时至晚上11时59分 中国称成功研发领先国际的脑机接口芯片 联合早报 中国一家科技企业成功研发了一种脑机接口芯片 该芯片具有6万5千通道双向功能 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项技术可以实现人脑 意念控制甲肢 为医药应用和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带来可能性 脑机接口是一种变革性的人机交互技术 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换 此前 美国脑机接口公司神经连接进行了全球首例脑机接口设备的人体移植 中国在脑机接口领域的技术水平与全球还存在差距 但有大量学者和新兴公司在该领域进行研究 两高报告把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和增强企业信心列为工作重点 联合早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都重点阐述了保护民营企业的工作 这是最高检首次提出用法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也是最高法首次将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列为工作重点 这反映了民营企业信心低落市场情绪悲观的现状 报告中强调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重要性 并承诺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依法平等保护 最高检报告还提到了起诉破坏市场经济 秩序犯罪数量上升和制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检查意见等措施 以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最高法报告中也强调了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工作 并提到助力完善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努力 报告还表示将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法治环境 并积极服务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此外 两高报告还回应了一些热点课题 最高法报告提到了正当防卫这一热点议题 表示将审理正当防卫案件 并披露了未来几年将有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的计划 最高检报告中首次披露了在诉讼监督中发现的滥用职权 刑讯逼供等犯罪的数据 表示将依法立案侦查这些犯罪 总的来说 两高报告的重点是保护民营企业的法治环境 强调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以及用法治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民营企业的重视 并希望通过法治手段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香港23条立法草案通过二读 联合早报 香港特区政府最近草拟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其中包括对叛乱罪和叛国罪的定罪可判终身监禁 草案还列出了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罪行和刑法 香港立法会已经进行了一读和二读 预计将在4月中旬前完成立法 港府表示 近年来中美博弈激烈 香港需要加强国家安全的保护 香港各政党纷纷表示支持该草案 认为它能够有效维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和营商环境 然而 有观点认为 香港政府需要加强对西方企业的解释 以消除他们对该法案的疑虑 地铁三线共32站290台电浮梯 2026年起翻修 联合早报 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在2026年展开地铁电动浮梯的提升工程 预计将耗时6年到2032年完成 这项工程将翻修地铁东西线、南北线和东北线上的290台电动浮梯 其中大部分已经使用超过20年 翻修后的电动浮梯将配备新功能 例如双速功能 可以根据繁忙和非繁忙时段调整运行速度 这次提升工程将由陆路交通管理局执行 而不是由SMRT执行 这是因为政府在2016年购买了SMRT的营运资产 让其专注于地铁服务和列车维修 工程进行期间将采取措施降低对乘客的不便 如分阶段进行工程 杨丽明鼓励更多女性加入科技领域 联合早报 在新加坡科技界女性举办的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上 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丽明 分享了学车的经验 并强调了女性榜样的重要性 他鼓励更多女性加入科技领域 并宣布了新加坡科技界女性推出的企业宣言系列倡议 这些倡议旨在吸引和培养更多女性科技专业人才 创造更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支持体系 在过去五年里 新加坡科技界女性有超过12万人加入科技行业 并在各个领域展现出色的才能 目前已有超过70家公司加入企业宣言系列 浦华永到新加坡等公司承诺 帮助女性规划职业发展 并在学校宣传科技类就业机会 以鼓励更多女生从事科技行业 接下来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将与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作 出版期刊介绍东南亚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动态 以鼓励更多女性进入科技领域发展 印度增兵中印边境 中国外交部不利于边境和平与安宁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印度近日从西部边境抽调一万名部队 至东部与中国争议边境地区驻守 引发了中方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这种动作不利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边境地区的军力部署 加强不利于两国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努力 印度与中国之间拥有复杂的边界地貌和争议 两国军队在2020年曾发生严重冲突 不过 两国军方一直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 最近还举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印度国防部长在防务峰会上发出警告 表示印度军队将对任何攻击做出坚定回应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